营养师聊天室 我是婉萍营养师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桌面上你有没有都买过呢 每一种我大概一个里面会买 对 可是你知道这上面都是 有健康食品的认证吗 就是健康食品的意思吗 没错 营养师超级期待这一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常常买了这个东西呢 有些人知道它是健康食品 有人不知道 吃到的人就会来问我说 这个小绿人认真的食品 到底该怎么吃 很多糖友都会买这一罐 然后跟营养师说 营养师你看这上面有健康食品认证 是不是可以降血糖呢 错错错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明明就告诉你 我是降血脂 没有降血糖好不好 没有血脂 大概也是血糖的意思 所以就是误会啦 今天营养师呢 就来开箱超商的 小绿人健康食品的认证 我们要从几个面向来这个分析 第一个面向是 谁适合吃 哪些人不适合吃 第二个呢 什么时候吃 吃多少才有用呢 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吃对还是吃错呢 那我们先来认识小绿人健康认证 什么样的产品上面会有健康食品认证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包装咯 怎么看 我们来看 健康食品认证 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头呢 上面有小绿人 这个不是叶子 这个是一个绿色的小人物在上面 再接下来呢 它上面就是有位属见识字第几号 所以有许可证的字号 那这个网路上可以查得到 看它有没有在有效期限内哦 再接下来呢 它还会告诉你 就是它一些保健功效的一些叙述 那认识了小绿人健康食品认证之后 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包装小绿人健康食品开箱一 会格喝的燕麦 这个保健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βg葡萄糖 就叫做βgucan 那它的保健功效呢 到底有什么呢 就是调节鞋脂的功能 鞋脂是什么呢 就是降低我们鞋一种的三双甘油脂胆固醇 还有低密度胆固醇 好第二个呢 就是它是不易形成体脂肪 哇有没有听起来很厉害呢 好那这一款 其实真的是在我们诊中 最常遇到糖尤都拿这一款来问我说 营养师我就是选这个耶 有健康食品认证耶 那我当早餐可以吗 很健康啊 拜托各位 这个健康食品认证 我刚才是不是讲过 它是降血脂 有没有不是降血糖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明白哦 那糖尤要怎么喝它呢 这一罐就大概等于 我们一般吃饭的半碗饭 你的早餐吃的时候 千万不要淀粉加淀粉 例如比如说我吃个面包再配一个燕麦奶 那这样就是糖类加糖类 淀粉加淀粉 很容易这样吃啊 对因为你会觉得干的配湿的嘛 好我们下次要怎么配呢 燕麦可以配一个茶叶蛋 因为它是蛋白质 或是燕麦配个鸡胸肉 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一整餐全部都是淀粉 让你的血糖上升很快速 好那这一款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啊 好就是推荐好给胆固醇高的朋友可以当早餐吃哦 那它其实推荐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建议量哦 就是375毫升哦 就大概就是等于要喝到一罐半 对于所谓的降血脂好才会有帮助 但是它同时也告诉大家就是每日请勿超过700cc 好以免引起负胀 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有说过它的保健成分叫做Beta Gucan 好这个吃太多哦 有些人就会容易胀气哦 那错误的搭配方法我也常看到 就是有些人就会是很喜欢就是晚上吃个盐酥鸡 有没有 然后第二天就觉得我好愧疚哦 所以第二天的时候他就买一罐这个呢 想要来就是盐酥鸡以后 然后来解救它 抱歉了 你昨天吃完的那个盐酥鸡没有这么的好 它还是存在你的身体 让你的胆固醇增加 所以提醒大家就是 它说可以降胆固醇 但是整体的饮食还是要控制哦 超商小绿人健康食品开箱2 统一AB原味优落乳 它的保健功效呢 就是所谓的雷特式B菌哦 主要的功能就是告诉你就是 胃肠功能的改善哦 那雷特式功能这个B菌 它就说它可以通过这个胃酸啊 还有胆碱哦 有助于增加我们体内的肠道的益生菌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有助于就是降低胃优门感菌的数量哦 如果依照它的健康食品的认证 那我们就来分析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哦 经常便秘的人我觉得你就可以吃 因为它的确会可以增加肠道的益生菌哦 而且有些人胃不好是胃优门感菌的胃不好 那这一款也很适合可以拿来当你的早餐 都没有问题 那有人就会问说 这个要饭前饭后吃什么时候吃哦 那因为人家都已经通过 就是经过胃酸胆碱 还可以增加肠道的益生菌 所以表示通负跟不空负没有差别 饭后饭前你要吃就可以了 那要是我自己的话我就会把它当成早餐 或是下午肚子饿的当点心 那为什么因为你当个点心有饱足感 好优落乳也是奶制品啊 也会有钙和美 对于我们的稳定期许也会很不错的哦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会提醒大家 不适合急性胃溃疡跟十二脊肠溃疡哦 因为当你胃不好的时候真的不好的时候 它不是药啊 你还是要记得怎么样去看医生的 好那第四个呢所谓健康食品认证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 他们都会依照他们喝了多少的剂量 然后去做研究代表是有效 那像他呢就会告诉你就是460毫升 那460毫升大概就是两罐 那两罐因为含有金字糖24.3公克哦 那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啦 如果说你喝了这两罐 就不要再喝所谓的含汤饮料咯 超商小绿人健康食品认证3 LP33的机能优落乳哦 它的保健功效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每100毫升含有这个总乳酸菌 100亿个以上 感觉很多 很厉害 那保健功效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辅助调整我们的过敏体质的功能 有助于促进D型T辅助细胞的活性 为什么能够帮助调整过敏体质呢 那我们先简称它叫T1 要不要太饶口了 其实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人体我们有两种免疫细胞 一种就称为T1一种称为T2 那他们就像是那个翘翘板一样 两边都要平衡哦 如果有一边不平衡 相对就会导致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些 过敏发炎的反应哦 那所以我们来看 比如说这样子要适合什么样的人吃 它的功效其实是认为 沉满过敏源降低呼吸道过敏的发炎反应 在实验的部分呢 就是呼吸道主力测试结果 中剂量的LB33呢 就是喝了以后 可以降低我们呼吸道过敏发炎的反应 可是要提醒大家哦 就是如果说像有气喘啊 异味性贫肤炎啊 慢性鼻炎啊 这些的朋友啊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吃了它就可以治疗 倒是没有的啦 而且甚至要提醒大家 有一些人 尤其是异味性皮肤过敏的人 他吃奶制品 其实有时候会发炎的更严重 所以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了 那依照他的这个建议量 就是说465毫升 就大概就是两罐 那他含有的精致糖是23.8公克 一样啦 你喝了这两罐 就不要再喝寒摊饮料咯 开箱超商小绿人健康食品4 同阴阳光低糖高鲜豆浆 他的保健功效呢 就是里头有黄豆的蛋白质 还有橘距纤维 那保健功效呢 他一样是降血值的功能 但是他比较特别的是 除了降胆固醇之外 他可以增加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 那这个是什么呢 是所谓的好的胆固醇 第三呢 就是可以减少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那我建议谁喝呢 比如说高血压高胆固醇的人 都蛮适合把它拿来当你的早餐 因为黄豆里头 它其实有一个植物之醇 它就是植物中的胆固醇你知道吗 那一般的胆固醇都是动物的 那你吃了植物的胆固醇 就是可以排挤动物的胆固醇 那橘菌纤维呢 是什么呢 就是植物的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所以它就是一种蔬菜类的概念 那这上面也有特别标示 就是说对于痛风啊 还有肾脏病人 一定要查询医生跟营养师 为什么呢 因为痛风跟肾脏病人 其实它要控制它的蛋白质量 那如果你把它当水喝呢 可能会造成热量过多 不适合啊 那它的建议摄取量呢 到底有多少呢 它是建议每天早晚饮用 每次饮用380毫升 一天就是760毫升 那这样子大概就是一天要两罐 可是要跟大家分享啊 像我自己对橘菌纤维超敏感的 我喝一罐我都会不断的放屁 所以大家还是要考量 你自己的肠胃的敏感性哦 喝太多可能会胀气 或者是放屁 好让你生活不方便 那就不要喝那么多啦 超商小绿人健康食品认证5 好光泉高钙鲜豆浆 那这一罐呢 它就是主要的这个保健成分 就是黄豆蛋白还有钙质哦 那保健功效有什么 你看它写得好清楚哦 好调节血脂功能 还有这个骨质保健功能 有助于延缓骨质的流失哦 那我们来看 适合像是高血压高胆固存的人啊 因为黄豆含有滋存 可以降低胆固存 它的钙质含有585毫克 比一般的牛奶同样的细细数 含量还要来得高 那对于像是不敢喝牛奶啊 或是有些人不是喝了那个牛奶会拉肚子的乳糖 补奶 这个就非常的适合了 它的坚定性摄取量哦 就是调整鞋脂要400毫升哦 好如果就骨质保健的话 要450毫升 两个可是不一样的哦 那这上面也有特别著名 就是说痛风还有肾脏病人哦 一定要问医生跟营养师哦 就提醒大家 因为他们最主要是总蛋白质要控制的问题 所以就会提醒这两种族群要注意了 双双小绿人健康食品开箱 六每遭健康绿茶保健功效有什么呢 就是鹅茶素还有菊聚纤维哦 那它保健功效是说好认证 认证一好不易形成体脂肪功效 但是是在严谨的营养均衡热量控制下 以及适当的运动条件下 认证二呢就是肠胃功能改善的功效 有助于增加肠道内的益生剧 认证三呢就是调节我们血脂功效 认证四呢就是护肝的功效 有助于延缓经高脂肪饲料诱导所引起的脂肪肝 什么就是高脂肆料 就是白话意思就是说 我把那个实验室的老鼠 给它很多的高脂肪的食物 然后把它养胖胖以后呢 再接下来再喂这一款绿茶 可以帮助呢就是老鼠降低脂肪肝的形成 所以呢这个产品哦 不是适合所有肥胖的人吃哦 那我如果很喜欢吃饭变胖的人 没有像因为人家是告诉你高脂肪 饭又不是高脂肪对不对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呢 就是像肥胖啊饮食控制啊健身的人哦 那个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形成体脂肪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刚才他是认证医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仔细听我说 他可是说要严谨的饮食哦 所以你如果吃很多 很抱歉 他一样没有效果 吃盐酥鸡就是要配美刀健康 好那以后你吃盐酥鸡就可以配他 因为他对于高脂肪 就是互相搭配是有帮助的这样子 好那再接下来呢 如果你是爱喝饮料的高糖食物 像你刚才说你爱吃饭啊 爱吃面包 这个效果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好哦 好那提醒大家 这个人家可是说 他的认证里头是要有适当的热量 而且还要有运动哦 像是你吃完盐酥鸡 你记得要去运动 好那这一款呢 每日介日摄取就多少 就是650cc就是这一瓶啦 这个呢一样也是有菊菌纤维 所以饭后饮用 有些人就会尝味道 很容易就是容易脏气啊 或者一直放屁 那大家就是自己斟酌咯 今天我们健检完超商的 这个小绿人健康食品以后 大家有没有对他更了解呢 提醒大家 这个可不是狂吃猛吃就有效 除了依照每个产品 就是要建议的摄取量之外 我们的饮食啊还有运动都需要搭配咯 欢迎留言告诉我 下面哪个产品你喝过 但是呢你还喝错了 分享给你曾经吃错的朋友 记得帮我按赞还有追踪还有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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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